我剛剛問了一句很不尊敬大家的話 你怎麼做程式碼的筆記對不對 來 我們剛剛說可以取得這個網址 這是一種方式嘛 就是說你如果想要再用 但是如果你只是 我不知道這個網址我只要做成筆記這樣來用的話 其實blocker也有一個好處 你寫的這些記錄對不對 你可以怎麼樣 平常各位有沒有用過那個抓畫面的軟體 應該有對不對 比如print screen 鍵盤上的 或者有一些抓螢幕上的軟體 像我平常都是用這個啦 可是我怕這樣 我用了你們會不滿意嗎 所以我不能用這個 因為這個軟體 我們今天不是要教軟體 你按右鍵就好了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下載圖片 blocker也有個好處 你的程式按這樣就下載了 就是那個內容 你不用說 因為有時候萬寧你越寫越多 是會超過一個頁面 你還去找那個擷取完 你還會自動捲動的 這樣麻煩 你就按右鍵 它就幫你把那個 就是所有的積目就下載下 而且它的是透明圖檔 PMG的透明圖檔 也就是說除了積目這些內容以外 旁邊都是透明的 你放到簡報裡面 它就是看到後面的背景 這樣了解 所以如果說你只是要單純做筆記用的 其實可以直接按右鍵就可以存下來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